萨迦利 萨迦利亚书第七章 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 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萨迦利亚 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 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 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 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 说你们这七十年 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 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 你们吃喝 不是为自己吃 为自己喝吗 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 正兴盛 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 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 你们不当听吗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萨加利亚 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 要按治理判断 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 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 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 他们却不肯听从 扭转尖头 色耳不听 是心硬如金刚学 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 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我必以旋风 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 这样 他们的地就荒凉 甚至无人来往经过 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